所有瑜伽真的是就是平衡 身心平衡 然后尼科这个世界的平衡 对吧 开始失败才是一件好事 一开始什么事情都能成功的话呢 首先不太可能起起 就是你能看出来 整个人就是从哪一直下游戏 你觉得他那是灰蒙蒙的 身心平衡 尼科这个世界 就是对我觉得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平衡 我就是最近给自己安排了太多的事情 然后就是 就是几乎我没有休息过 一天休息过 所以这个也让我自己的练习也好 或者我让我的经历也好 真的是比较怎么说呢 质量不高了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平衡 你应该你应该有多少的工作量 跟你自己的休息的一个平衡 也很重要 对 所以我就在也是在反省自己 不能把对 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 其实其实瑜伽就是关于平衡 对瑜伽就是关于平衡 去去平衡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都是瑜伽 其实可是你看我们现在是这么想 可是真的这个事来的时候 这个事来了 你怎么办啊 是不是 你就是说你得办 是不是 就这个事你现在我们现在想的是挺好的 我一定要我好好安排 我工作了 我休息跟工作平衡到一块 不是真的一个事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不得不处理的时候 你怎么办呀 对吧 你也得上啊 不是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能以一个放松的状态来做它 对吧 或者是你以一个平衡的心态来接受它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办到的 有的时候你身不由己 你像你那么多工作坊别人请你 或者你都安排好了 你怎么办呀 你没办法推 那你我觉得我们只能以一种放松一点的心态 就是一种 别让自己太认真了 对吧 不要太负责了 对自己压力太大了 你干嘛那么较真啊 对工作的时候也要有一点娱乐精神 对 意识不到 自己就被偷空了 就是这边分一点 那边分一点 这边分一点 那边分一点 然后最后留给自己的好像 哎呀感觉好像特别累 留给自己的东西太少了 其实我们跟他合到一块是吧 对 关于 关于平衡真的 哎呀太重要了 所有瑜伽真的是 就是平衡 身心平衡 然后你和这个是 对吧 没错 真的我觉得瑜伽真的就是平衡 对 而且不光是体式这个平衡感是练习 你你的平衡也是个感觉 就是你也要你也要找到这个练习你跟生活的平衡感 对我们跟周围所有的事物的平衡其实都是从失败当中学来的 我们开始一定会失败 而且怎么说呢 我自己觉得开始失败才是一件好事 一开始什么事情就成都能成功的话呢 首先不太可能 其次呢 这种成功其实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带来将来以后更大的一个失败 那不如先开始 对不如先开始小的失败多做一些从中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呢从这些经验当中去学习应该怎么去平衡每件事情 然后将来的成功是比较大的 我自己就这样 我没有想到燕燕姐咱俩今天能够生活到这种程度 我一个人以为就聊到动作然后手我腿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怎么练习 我没有想到我们能够挖掘的好这么生活 我其实真的一直都觉得瑜伽就是平衡 因为我的生活比较特殊 因为我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要工作 所以我要工作 我要平衡我自己的练习跟我的工作 我还要平衡我的工作跟我的家人 其实平衡对我来讲很多年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对 对就是其实平衡感其实就是让你看到当下 你现在的这个你是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在那个Kalanda Basana 完了之后往后跳的时候 他可能Landing就是像刚才燕姐说 他没有意识Landing下来 就是整个身体结果那个脚就被戳到了 然后他脚指就回不来了 然后当时就去医院了 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当时我们都 真的我就在旁边就听到了特别吓人 他当时就去旁边的医院就包扎什么都弄了 然后他对对没有蛇 但是那脚就回不来了 然后可能去医院帮他掰回来了吧 然后那个筋不知道怎么错位了 他就是走神了 他不是怎么着 他没有无意识的Landing 太沉了 可能坐的位置也不对 然后那个 然后他休息了可能一周吧 但是又很想练习 然后他就裹着那个脚一拳一拳 他就来练习了 那你来练习 当然你现在这种状态肯定跟你之前练习肯定不一样了 对吧 他可能练了一周两周一序列 然后这周开始练二序列了 然后就整个人特别的 就是你能看出来 整个人就是在哪一直下雨 就感觉在那水灰蒙蒙的 就是整个人是这种你知道吗 然后老婆就看出来了 老婆就说你练习的时候不要老看别人 你看你自己的练习 因为他可能看到周围小伙伴可能就练习 就好像他想哎呀 人家就有点要哭那个劲你知道吗 然后老婆就跟他聊了 聊聊 我在因为那刚好那天我是助教 然后呢 那个我就旁边听到老师跟他聊 就说你应该看到你今天的练习 你应该庆幸你还能练 你不能你之前的练习放到今天 你昨天的练习是昨天的 今天是你今天练习 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 你已经慢慢一点点往回走了 你今天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那个一把一把泪在那儿哭 然后我就心想哎呦真的是哈 就是这个平衡感是你要平衡今天的你 不是要平衡昨天和今天的你 或者是平衡你和将来 你要平衡你今天这个环境 这个状态下你是个什么样子 你要平衡他 哎呦对你有感觉 我觉得老师真的挺有耐心的 他还能平衡来跟他的同学聊了半天 稀里巴拉的然后老师说老师说这个 我年轻的时候头额特别长 老师头额以前长看吧 我我然后你看我现在阿玛丽 你看我以前那是飞虎都以前修 我以前修脸的时候都是飞虎 你到现在骨子都白了 特别的啊 然后他说我以前同时十个女朋友 为什么个女孩追我 你看我现在我一个月他没有一个女孩 他说你我我不也得 他说我不是眼睛什么 特别好 我不是眼挺好的 特别好啊 然后晚上老师在instagram上面 就是贴了一张他年纪 就是长发照片 哎真挺败的 头我眼特别长 我就是练过 然后全是那种卷 你知道吗 对就是卷卷 然后头都特别长 我特别逗 你你你跟他练习的时候 他是长发吗 是长发吗 那时候已经短了 已经短了 长发应该是二十岁三十岁吧 就是年轻的时候 二十岁 对 当时被练过都坏了 所以真的是平衡 是你看到当下你现在这个状态 然后把他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 一个和谐和谐稳定 对 对我觉得就是让你看到当下 嗯 我们老师说这个人心态失衡 什么身 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 压健康是吧 或者说这个人心理心理失衡 健康失衡 其实都是这个 就是你没有 嗯 没有调节好 啊 哎呀 真抖的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姑娘铁还是那么可爱 对 特别好玩 今天老师我带我妈去练习 然后他还跟我爸妈在那 那个拿酷口翻译还在那 哈哈 拿酷口翻译还聊 哎呀 好 就是挺有趣的 我觉得跟老师在一块特别开心 练习 挺成功的 啊 我 音�VISI 就是